在我们刚刚惊叹完DJI NEO的小巧和易用时 大江的新一代旅拍旗舰Air 3S已经起飞了 外界还在讨论它的画质有所提升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款产品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也是我们这次想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关于无人机的避罩以及自动返航功能 大家先一键三连马上进入正题 让我们说的简单点 其实避障也好,辅助驾驶也罢 都是以机器感知为基础 和其他所有类型的产品一样 感知的方法无非就是雷达、红外或者是视觉 原理上各个方法其实都是通过计算出距离 判断自己是否还能向前或者应该躲避 视觉方案延迟较高 且较为依赖摄像头的光线采集能力 所以算法要求也较高 所以现有无人机对于电线、树枝等障碍物较小的场景 容易失效 在反光面、低能见度、高亮直射、纯色表面等各种场景 也会有一定的障碍,很容易失效 这也是现在的无人机 即使有较好的避障能力 依然有风险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汽车而言 要求则是更高 毕竟有炸击风险还是可以出去飞的 而有撞人、撞车风险的话就更加可怕了 本次DJI Air 3S不仅支持APAS 高级辅助飞行功能 并且升级配备了向前的机关雷达 在机身下侧的红外TOF传感器 也升级了避障功能 在机身头部、尾部和底部 做了三对视觉传感器 并且升级了暗光的识别能力 升级的感觉能力 给辅助飞行功能带来了决定性的提升 再加上大疆众多字眼内容 终于实现了夜景及避障 这台无人机主要提升点在于 白天情况下提升了细小障碍物的探测能力 例如树枝、电线等 白天情况下提升了对纯色强体、玻璃等障碍的探测能力 蓝钓时刻下、夜间成事、灯火通明下 基本上能等同于白天的探测避罩能力 纯黑环境下也具有向前的激光雷达避罩能力 并且强大的感知系统也进一步增强了它的返航能力 如今采用了新的定位技术 源自于自动驾驶、扫地机器人等较为先进 且不依赖GPS的关键基础 通过基于视觉感知以及定位 进行一定程度的地图构建 记录下DJI Air 3S的飞行路线 使无人机可以寻迹飞回返航点 并且在城市建筑等卫星型号较弱的场景中 也可以寻迹反馈 起飞时也无需等待搜星 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在夜晚亮度很低的时候 也能够智能规划返航 就算在完全纯黑的环境中 也能根据激光雷达进行避障返航 以前在飞之前都要考虑起飞的地方空旷 搜星OK才能够安心起飞 在阳台、桥下、楼边等场景 甚至很可能飘到不同的位置 这也是因为以前全靠GPS定位 如果搜星稳定性不佳或者是GPS位置偏移 降落点都不会精准 在实测中我们注意到 它为了进一步提高成功率 尽可能走原路返航 回到GPS信号较强的地方进行辅助定位 如果检测到复杂环境 会降低速度到一米每秒以内直到起飞点 还有一个点比较有趣 也是我们本次拍摄过程中才发现 我们拍摄的地方是有光的 但是起飞到拍摄地中间 飞机的行进路线亮度很低 甚至基本无光 这时候返航方向会进行改变 更强调利用激光雷达来探知障碍物 并向上爬升来规避 并且假如上方有障碍物 只要有一点点光观测到了 也能杀停避免炸击 虽然画质升级相比 避障和返航功能来讲 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内容 但并不能掩盖本次全新的 5000万像素Type-1型SIMOS 和等效70毫米的4800万像素 1.3分之1型SIMOS 并且两颗镜头均支持4K60帧视频拍摄 全新的图像处理平台 也使得两颗镜头都能达到14档动态范围 本次我们也去到了川西和威海进行拍摄 在拍摄时 完全能够感受到画质的升级 拍摄逆光场景 以及带人物的场景 它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大家可以看看这两颗摄像头带来的画面 电池电量也并没有因为激光雷达等新型技术的加入而减弱 还是具有45分钟的飞行续航 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出来旅行 买个畅飞套装就可以爽玩了 这次的新无人机让我们体会到了 大将为用户着想的核心理念 不只是画质上的常规升级 而是更多的在使用体验上降低门槛 让所有人都能够畅快飞行 不用过分担心飞机的安危 更加专注于画面的创造和表达 这也许不是最适合专业飞手的极限画质机 但它一定是更适合我们无人机爱好者 在假日出行 随时记录旅途的大好风光时的旅拍旗舰 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台A3S表现如何 你对画质更在意 还是对异用性更在意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讨论 信息量超级丰富的粉丝频道 影像稿 我们下期再见